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经过比较详细的一个了解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发现说 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被欺凌的一些经验 那其实说成等于是说你个案当中的话就是说 不一定是说他直接会说 我是欺凌过来的 可是就是说你了解之后的话 他们是受到这些影响 那你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更了解一下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出现 有一个小朋友 他是转接到我们的医院里头 是因为他在学校里头会打人 会躲在这个教室里头不愿意上课 也不愿意跟人家合作 他会打人 人家也会打他 所以学校很关注他的情形 觉得说他很有问题 心理上很有问题 转接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经过一个长期的一个了解之后 我们发现说这个小朋友非常的聪明 而且他是刚从这个中国到这个纽西兰 大概就有一年左右 所以我们讨论过这个个案的时候 就觉得说我们不如跟这个小孩 做一个详细的智力测验 看看他的智力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所以当我帮他做完这个测验的时候 觉得说原来他的一个智力非常的高 尤其他的数学的能力好像一个大人一样 可是他的语言的能力就比较低 所以就造成说他对这个英文的学习 跟人家沟通没有很大的兴趣 可是普遍来说他在学校的学业方面 是没有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问到他就是关于清零方面的事情 他就是觉得说人家查不起他 所以欺负他 然后他也会去打人 因为他要挽疾 这样子 所以我们经过这样子的个案 就是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对一些小孩的表面的行为 必须要很详细的了解 我们才明白 那我们就是说有了解到就是说 你们跟这个个案的话工作多久了 其实这个个案只有半年 半年的时间 那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结果很好 因为我们就是了解了这个小孩 因为他觉得说被人要欺负 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父母说 而且他觉得说自己英文讲得不好 也是个很羞耻的事情 所以我们将这个测验的报告 交给学校 也跟父母说明 其实这个小孩非常的好 非常有能力 所以现在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说 要把他的好处 北洋出去 譬如说我们就建议给学校 让他做这个数学小组的组长 让他叫本地小孩的数学 第二个就是让他加入一个小组的 学英文的班 让他好好地专注在英文方面 第三个就是叫他学习一些 跟人家交往的一些行为 建立一些社交方面的信心 所以半年之下 我们就结束了这个案 根本不需要长期的一个跟进 那这个例子 其实给我们就是说 大家的重点的话 可能看到就是说 提早发现 提早帮助的话 就是说影响会少 那您有没有一些例子是说 可能发现比较晚一点点的 那对他之后的影响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另外一个个案也是一个 现在还在我们的医院的一个个案 因为他就是身体有点很小的确性 可是他很快就会觉得说人家瞧不起他 或是人家会盯着他看 就觉得说自己跟人家很不一样 所以变成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心态 那到一个中学里头 通常我们都会取笑别人 开开玩笑 可是他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敏感 就觉得是一个欺凌 那大概他小时候也遭遇过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慢慢这个在他的思想的角度 就有点偏差 那再加上伤了中学之后 很多各方面的压力 慢慢就变成说他承受不了很大的压力 那后来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 精神分裂的一个个案 那他现在就是说还在接受治疗 对 他从什么时候治疗 然后多久了已经 大概有一年左右 有一年左右 那其实说真的 我们是很不希望就看到有些小孩 受到欺凌 走到这种地步 那像我们第一个案例的话 就会很好 就是说提早发现 那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提早的帮助他 那像刚才那个的话 我们就会有想到就是说 为什么他有这种情况 然后为什么他不愿意 就是说跟周围的人讲 或者是说 为什么就是说他的父母 或者是说他周围的人 就是说没有留意到 他这种情况可以提早的帮助他 那其实这些的话 也是很大的一个课题 那我们不能很深入的去讨论 那我们可能是说之后的话 就是说 美根的话可以跟我们就是了解一下 针对就是说小孩 受到欺凌的话 他可能有什么一些影响 我们可以就是说 多留意一下 然后多观察一下这样子 可以给他及早的帮助 对对 其中有几个事情 大家都必须要留意 比如说一些小朋友 或者说青少年 他们一直都比较喜欢上学 可是后来就不想上学了 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告诉你什么原因 或者说他常常说他又生病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病 可是就是说常常都想生病 这样子 然后大概就是他喜欢做的事情 他不想做 常常都躲在自己的房间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些比较小的小朋友 就会做噩梦 大家都必须要留意 跟小的小孩就会尿床 平常都没有问题 可是那些都是焦虑的一些症状 那为什么是焦虑的症状 因为被欺凌的时候 大家必须要了解所谓的欺凌 比如说今天我取笑你 那就是一个欺凌 不可能只是一个取笑 可是这个取笑这个事情 每天都继续 有时停了 以后再继续 不停不停不停 比较长期一点 比如说有些小孩很喜欢 就是把你的书包床起来这样子 每天都做这样子的事情 齐弄他 不是一次 而是说经过了 比如说经过了老师的揭露 他也是继续 那我们就说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欺凌 那很多小孩就会觉得说 不愿意告诉别人 所以那些压力 那些焦虑就会在其他的省委出现 所以父母必须要留意 那你有没有给父母的一些意见 那我们怎么去跟这些小孩去沟通呢 你刚才讲到一个概念很好 就是沟通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说 很多父母就是在吃饭的时间 都会讲他们讲他们的想法 那我说这个不是沟通的时间 是教训的时间 嗯 那你们就是 家长在教训的时候 他们已经把很多事情的立场 讲得很实 嗯 可是小孩 他们对于 父母的立场 跟他们的想法 有些时候就有说 你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懂 可是你的立场已经很稳了 OK 所以他没有机会去表达他自己的立场 嗯 其实也是在我一个案例 就是说案例里面的话 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 沟通的话是让他有说话的时间 不是说你说话的时间 对对对 OK 那就是说这个建议非常好 那我们就是说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继续再谈 好 谢谢大家